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快看 这样子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大 什么是小 来 拍拍 这有两个不一样的粉红色的大 但是是一样的 对 这是一样的粉红色 但是不一样大小 这个是大的粉红色的球 这是小的粉红色的球 再来一个 这个是什么 红色的球 对 我们把它再这样子 搓一下 这个动作叫什么 搓一下 用橡皮泥 这样子搓一搓 搓成了一个球 妈妈 我要点妈妈 好 然后我们再来 这个动作叫什么 橘色 这是颜色 这个动作 妈妈这样子在做什么 这个叫做搓 把它搓成了一个球 刚才我们就给大家说什么叫大 什么叫做小 我要点妈妈 好 来吧 阿玛丽给了我一个橘色的球 再搓一下 橘色的 你看好大呀 那好吗 来 来看 已经把它压成了一个一片了 这像一片了 你看很薄 对不对 这很薄 然后我把这个压一下 你看这个动作叫做压 压一下 把这个球压扁了 你看有点扁了 这个我的扁了 你的也很扁 你的这个比我的扁 你看一下 这个是这么厚 这个呢 在这 你看一下我们要这样子 这样子 它就比较薄 对的 所以说这个要压一点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吧 把这个压薄一点 你看 这两个比起来 这个叫做厚一点 这个叫薄一点 这样子看 这是大一点的圆形 这个是小一点的圆形 厚 薄 大 小 橘色 绿色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颜色 形状 还有它的厚度 粗细 大小 长短 其实这些都是 反义词 是吧 那我们再把它 你看 你看这两个比起来 是不是 这个更薄一些 干我干我干我 对的 好了 我们现在还可以给大家看什么 过来 我们给大家看一个 你看我把它弄成什么了 没有 长短 哪一条线长 哪一个长一些 这个长一些 对吧 你看 这个是长一些 这个短一些 你看多长啊 还可以拉长了 拉长拉拉拉拉拉拉 长长拉拉的很长 这个也是哦好短哦 这个好短 但是也可以把拉 这个动作叫做拉 拉把它拉长 但是你看 这条线多长啊 这个还蛮短的吧 是不是 然后我的呢 你的你搓一下吧 然后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什么叫做粗 什么叫做细 先把它搓成一个圆形 一个球 还是 还是一个 然后 还是一个开笔 还是 还是一个 圣诞树 我们是 对 我们旁边有 这个很粗 你看 从这边看就比较粗 这个呢 就比较细 对 这个就叫做很粗 就是很细 来 我们再给大家用另外一个颜色展示一下 来 我把它搓成这样 你看 你看 你看是不是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这很粗的 然后再用这个颜色搓一下 看一下 你看 就很细了 再来比一下 一个粗 一个细 那我这儿再找两支笔 来 我们继续 这儿有两支笔 一支很粗 你看 这个多粗啊 一支很细 粗 细 这个很小 是吧 而且啊 好小哦 是吧 是不是 那是baby笑我 对 这是一支很粗的笔 蓝色的笔 好了 刚才我们说到了 长和短 粗 细 厚薄 对 这还有一支很粗的笔 这种笔啊 小朋友这样拿着手感很不错 然后来画画的话也不错 哦 Emily给了我一支比较细的笔 来我们来对比一下 细的笔 橘色的 粗的笔 黑色的 是吧 对 对 对 我们刚才说到了大小 粗细 长短 厚薄 其实这些就是我们 比较常用的用来形容 形状和各种线条的 一些形容词 好了 我们就这样 哎哎哎 你拿着 哦我们再对比一次 再对比一次 Emily来说 哪一个细 这个是粗 妹妹 这个是细 你看 从这儿 这个这个角度 你看这个圈圈大一点 这大一点 但是这个是粗 对的 这支笔好粗啊 然后这支笔好细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复习一下 哪一个粗呢 哪一个细 这个粗一点 这个细一点 这个细一点 那这样子 横着看 哪一个长 哪一个短 这个长一点 这个短一点 这个短一点 然后还可以给大家看 哪一个大 哪一个小 妹妹 你看 这哪一个大一点 哪一个小一点呢 这个大一点 这个小一点 你看 两个都是球形 大 小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 哪一个厚一点 哪一个薄一点 我们用这个吧 把它捏得很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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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弄粗一点 弄厚一点 你看 其实厚薄就是从这个侧面这样子看就行了 哪 这个粗一点 哎 这个是薄厚一点 厚一点 这个是要薄一点 好了 这是妈妈做的吗 对啊 这是妈妈做的 这是什么 这个呀 你看这个像什么 这是 本来是个圆形对吧 但是我把它折过来了 就是半圆形了 这个也是 可能比较常见的一个形状 半圆形 好了 就这样 我们要说一个拜拜 要不要 9 我还要 你们还要说什么 我还要 还要给大家说什么呢 Hello 哈哈哈哈 好了 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 那记住了 长 短 粗 细 厚 薄 还有什么 大 小 好 不要 不要 拜拜 拜拜 如果不愿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按赞 转发